冬天天气越来越冷了 就不要再给孩子买有添加剂的饮品喝了 今天分享三款适合秋冬季节的饮品 营养美味,孩子也爱吃 煮饮品我特地买了这种盐气小乐杯 304内胆,特别适合上班组合学生胆用 还有一个装茶叶的蛋 杯子里倒入一勺泡发好的银耳红枣 倒入一大碗开水 用勺子把它搅拌均匀 再盖上盖子 按熬组键 时间是40分钟 中途我们打开盖子 放入一块老冰糖 再放入一些枸杞增加营养 重点来了 用勺子顺时针地把银耳根快速地撞两分钟 这样银耳才能快速地出焦 盖上盖子后再煮20分钟 出锅到碗里即可享受美食啦 这样营养美味又香甜的银耳根就做好了 不管是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吃 不要给孩子买奶茶了 自己做也非常的简单 茶叶当里放入红茶 盖了杯里倒入一杯清水 再放入茶叶蛋 盖上盖子 按烧水键就可以啦 5分钟就能烧开啦 煮出茶叶的汁水后取出茶叶蛋 这样一杯红茶就煮好了 可以加一勺白糖 再倒入一小包奶粉 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我的奶茶就做好啦 自己在家做营养健康又卫生 再做个滋补的桂盐烧蛋 饼子里倒入桂盐 再倒入350毫升的清水 盖上盖子按熬煮键 时间显10分钟就可以啦 5分钟后打入一个母鸡蛋 盖上盖子后继续煮5分钟 鸡蛋煮熟后放入枸杞 黑糖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我的桂盐烧蛋就做好啦 营养美味又滋补 气血不足的朋友可以经常吃哦 这三款饮品你们都喜欢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明显 我们明天见拜拜